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在您看来 我和季先生像吗 很像 那这样的我也就是J先生 你会喜欢吗 以作者的角度来说 只要您诠释的不错 大家应该都会喜欢 而且演员都有自己的理解 只要把握住精髓 也不一定需要百分之八还原的 那不行 既然我选择要演 就要最大限度地还原 对了 您以后应该有空 都跟我聊聊角色吧 这个我不太方便 那我只能找七宝了 毕竟是她的前主人 也应该跟她叙叙旧 那您还是跟我见吧 好 请多关照了 小七 我现在去机场 放我电影章去全程的票 我什么时候下午四点接过电话 我有个问题 一直想问你 难道是巧合吗 我不小心舍花 暗得了 哦 原来你不小心舍花才会打给我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本来就是想打给你的 尤其是今天 怎么了 秦老师 你会相信我的吗 当然 先生 我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你怎么在飞机上 对 所以你还有五秒的时间 想要跟我说什么吗 汐老师 我 游家 syuk 趴下 你怎么会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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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宝 你说你爸爸现在在干什么呀 他是不是都快把我给忘了呀 打电话 不行啊 爸爸赚钱很辛苦的 我怎么能打扰他工作呢 发信息 好啊 可是要发什么才能简单明朗 动情又不矫情地告诉他 再不理我 老娘就要生气了 去吧 你发的什么玩意儿 七宝 我 什么 狗语翻译版 怎么样 听完什么感受 我能有什么感受又不是一个种族 同为人类 那激言性肯定也听不出来 我在用狗语骂他了 怎么骂的 激言性 你个笨蛋 再不回来 出轨给你看 你真的很棒呢 你看 他果然不知道 激言性 你也有今天 要继续录一条 慢点 你不要做死啊 小心他回来跟你算账 我就是想让他回来 走了 拜拜 睡觉吗 你讨论